Fu-chan Net School 日本語クラスへ ようこそ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ようこそFu-chan Net Schoolへ 大家好 欢迎来到Fu-chan网校 我是大家的Kaori先生 肖肖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新篇日语第十课的内容 第十课是一个复习课 在这节课里我们就没有新的语法要学了 老师会带大家复习一下第二单元学过的所有语法内容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吧 上节课我们首先讲了动词的连用型二 也就是T形的变形方式 然后学习了动词的持续体 T-I-RU 它的意思和用法 动词持续体表示某种动作正在进行 或者某种状态的持续 现在时的否定则表示某个动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 动词持续体的过去式表示的是 在过去的某一时间段内一直在做某个动作 或者处于某种状态 而持续体的过去否定形式则表示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内一直没有做某件事情 动词的持续体还可以用作定语来修饰一个名词 这个时候要把进体注动词MAS去掉 变为简体T-I-RU或者T-I-T-A的形式 接下来我们又学习了动词位语句的连接式 也就是俗称的中顿形 动词位语句的连接式 是用动词的第二点用语 加上T-I-C-O-K-I-R 它可以表示两个动作的并列 或者先后顺序 甚至于轻微的因果关系 比如我们来翻译一句话 我早上七点起床 然后去运动场打篮球 这里面用中顿形连接起来的 起る和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をする 这两个动词就表示一个先后的顺序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上节课学习的注词 首先是副注词ほど 它要接在数词后面 表示一个大概的数量 比如教室里大概有二十人 应该怎么说呢 教室に二十人ほどいます 接下来是接续注词 ながら 它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 也就是一边一边 它的接续是什么呢 是动词的第一连用型 也就是ます型 这一点千万要记住 还记得半工半读 一边上班一边学习 怎么说吗 働きながら 勉強しています 再来看一看注词欧的用法 我们前面学过 注词欧是表示宾语的 但是在本课 它又有了两个新的用法 一个是表示离开的场所 比如离开家 家を出る 还有一个是移动的路径 比如说在公园里散步 公园を散歩します 中注词欧 起着加强语气的作用 用于传达一件对方不知道的事情 一般来说语气较为强硬 比如 我可不去啊 私は行きませんよ 提示注词 は和も 可以提示句子的任何成分 提示哪个词 就跟在哪个词后面 当他们提出主语或者宾语的时候 注词 が和を 要相应的脱落 其他情况下的注词 不可以省略 所以会出现注词重叠的现象 表示变化的句型 大家还记得吗 体验家になります 比如 他成为了老师 彼は医者になりました 知る 知道这个词 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 分别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要用知っていますか 而不知道 要回答 家知りません 最后我们又学了 家庭成员的称呼 称呼别人的家庭成员 要用尊敬语 而对别人 忠呼自己的家庭成员 要用自迁语 具体的说法 我们就不详细复习了 希望大家在课下 能够把它们记牢 接下来 我们 单词部分 大家打开书 跟老师读一下 第一部分的单词 通知语 連休 用 利用 沈陶 飛行機 航空券 夕食 夕食 海岸 海岸 入れる 入れる 末っ子 末っ子 海洋 海洋 研究所 研究所 定年退職 定年退職 中学校 中学校 宮本 宮本 ビール ビール プレゼン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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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めんください ごめんください どう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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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はえりください おはえりください 好 下面 我们来讲几个重点的单词 先来看一看 連休 連休 这个词 顾名思义 就是 连续的休假 的意思 那日本有 三連休 三連休 一般是 把法庭 节假日的一天 加上周末 拼出一个三天的小长假 那在日本全年 这样的三連休 还是很多的 工薪阶层 一般会利用 这样的三連休 带上家人 出去旅游 而比较长的連休 除了过年 就是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 黄金周了 日本的 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 是在 四月末 到五月初的 这段期间 一般是 四月二十九号 到五月五号 这段期间 也是日本人 外出 旅游度假的 好时机 接下来看一下 飛行機 飞机 说到飞机 我们介绍几个 跟飞机有关的词 第一个词 就是机票 叫做 航空券 航空券 那么 机场怎么说呢 机场的汉字 写作空港 读作 空港 还有一个词 航班 汉字写作 便 读作 便 航班号 加 便 就是 多少多少次 航班的意思 再来看一下 晚餐这个词 汉字写作 西时 读作 夕食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早中晚餐的说法 首先是比较正式的说法 早餐是 朝时 朝食 午餐是 昼时 休息 晚餐是 休息 注意 朝食和 休息 翻译很类似 不要弄混了 再来看一看日常的说法 早餐是 朝午餐 午餐是 昼午餐 晚餐是 晚午餐 注意 晚餐 正式的说法是 休息 而日常的说法是 晚午餐 两个汉字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晚 另一个是 西 注意也不要弄混了 下面看一下 入れる这个词 入れる是一个 他动词 表示把什么什么东西 放进去 比如 把书 放进书包里 本を かばんに 入れる 放到什么东西里面 这个容器的后面 要用に 那大家说 把苹果 放到箱子里 应该怎么说呢 りんごを はこに 入れる 我们前文当中 出现的句子是 わたしを入れて ごにんです 包括我在内 一共有五个人 所以这里面的 入れる 是加上 算上的意思 那么 跟入れる 相对应的 自动词 我们也不陌生了 它就是 入 入 表示 进去 而入 表示 把什么什么 放进去 下面看一下 海洋 かいよ 这个词 这是一种 比较正式的说法 多用于书面场合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说海洋 说海 就可以了 下面看一下 退休这个词 ていねんたいしょく ていねん就是 到达一定的年龄 たいしょく呢 就是退职 我们说这个人退休了 可以说 ていねんたいしょくに なりました 下面看一下 ちゅーわっこ 这个词 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从小学 到大学的说法 小学是 しゅーわっこ 中学 ちゅーわっこ 高中 こうこう 大学 だいなく 再来介绍一下 校长的说法 中小学的校长 叫做 こうちょう 就是写作校长两个字 而大学的校长 一般称为 がくちょう 学长 注意 可不是学长 学姐的那个学长哦 他是 大学校长的意思 再来看一下 ごめんください 这句寒暄语 他是 有人在家吗 的意思 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 站在门口 按了门铃之后 就可以说 ごめんください 有人在家吗 屋里的人 一般会答道 はい どなたですか 来啦 ねんわや 日语里面 还有一句话 跟这个 ごめんください 非常的相像 就是 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是对不起 向别人道歉 的意思 口语里面 也可以简称为 ごめんね 注意 他跟 ごめんください 可不是一个意思 好 前半部分 单词的讲解 就到这里 下面 跟老师读一下 后半部分的单词 お茶をどうぞ お茶をどうぞ おかまいな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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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母 帽石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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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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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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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間 養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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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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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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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発展 発展 随 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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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い 早い 驚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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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邪魔し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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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的单词。 首先,どちら这个词,既可以用来询问地点,又可以用来询问人。 询问地点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哪里?比如,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你家是哪儿的? 询问人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哪位?比如,どちら様ですか?您是哪位呀? 再来看一下,もちろん这个词。这是一个副词,意思是当然。 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特别有把握的时候,就可以用もちろんです来回答对方。 もちろん,后面还可以直接加动词。 比如说,我当然要去了。 もちろん行きます。 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两个例子。 その人知っていますか? 你认识那个人吗?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よ。 我当然认识了。 好,下一个单词是そつにょう、毕业。 汉字写作足业。 そつにょう是一个名词。 加上する之后,就变成三变动词。 そつにょうする。 它的反语词是入学。 入学。 那老师要考一考大家,进入大学和从大学毕业,分别要用哪两个注词呢? 进入大学应该用に,而从大学毕业应该用を。 所以我们要说,大学に入学する。 大学を卒業する。 下面看一下きょうし这个词。 教师。 还有一个词,先生,也是老师的意思。 它们的区别在于,きょうし说的是一种职业。 比如,彼はきょうしです。 他是一名教师。 而先生,除了表示一种职业,还可以用来称呼老师。 在表示一种职业的时候,两个词都可以用。 但是,在教老师的时候,不能说きょうし,只能叫先生。 下面来看一下,あいだ这个词。 它表示的是一个时间段,某个期间。 比如,在日本的这段期间。 日本にいる間。 这段期间,最近。 この間。 在一年的时间里。 一年の間。 あいだ是一个名词。 所以,跟其他的时间名词连用的时候,中间要加の。 而同样的汉字,けん,还有一种接尾词的用法。 也就是说,它会接在表示时间的名词后面,构成一个新的词。 做接尾词的时候,けん,就不读作あいだ,而是读作かん。 比如,在三天的时间里。 在三天的时间里。 读作,みっかかん。 一周的时间里。 读作,いっしゅうかん。 那么,在一年的时间里,应该怎么说呢? いちねんかん。 所以,这个けん的读法,到底是あいだ,还是かん。 我们先要判断,它的词性,是名词,还是接尾词。 下面,再来看一看,杨子江,yousko。 杨子江,就是长江。 也有人直接将长江两个字,音读为chouko。 但是相对来说,yousko这种说法,还是更为常用一些。 那么,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应该怎么说呢? 大家记住了,在日语里,黄河读作kouga。 kouga。 接下来一个词是发展。 発展。 発展可以做名词,也可以保守する,作为差变动词。 比如,我们可以说, けいざいが発展しています。 经济在发展。 那,有一个词叫做,発展途上国。 発展途上国,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意思? 处在发展途中的国家,也就是我们说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は発展途上国ですね。 那跟它相对的发达国家,又应该怎么说呢? 日语中说成先进国。 先進国。 再来看一下随分这个词。 它的意思是,很、非常、坡。 我们之前学过的,とても、大変,也是很、非常的意思。 跟它们相比,随分带有一种主观的情绪,还有一种超出预想的意思。 比如,随分早いですね。 可真快啊。 也就是说,比想象的要快多了。 今日は随分暑いですね。 今天可真够热的。 炎热的程度大大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就是随分的用法。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驻驚。 驻驚。 因为什么事情而吃惊? 事情的后面有に。 何々に驻驚。 比如,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吃惊。 中国の発展に驻驚きました。 因为它的变化而吃惊。 彼女の変化に驻驚きました。 再来看下面,邪魔する这个词。 汉字有点吓人啊,写作邪魔。 它的意思是干扰、打扰。 比如,勉強を邪魔する。 干扰别人学习。 还有一句常说的话,お邪魔します。 打扰您了。 在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一进门要说お邪魔します。 而临走的时候,则要说お邪魔しました。 再来看一下,ソロソロ这个副词。 它的意思是,马上就要,即将。 比如说,ソロソロ失礼します。 差不多该告词了。 ソロソロ食事の時間ですね。 差不多要到吃饭的时间了。 好,最后一起来看一看,気をつけて这个词组。 き可以表示气力、精力、精神等等。 而つける原意是附着、沾上。 在这个词组里,表示的是小心、注意。 在与他人告别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気をつけて、小心点。 比如,外面天黑了,请您小心一些。 对什么事情小心,要用に这个助词。 比如,体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请您注意身体。 好,第十课的单词,我们就将写到这里。 好,第十词,我们就将写到这里。 第十课是一个复习课。 没有新的语法。 老师会带领大家,把之前学过的语法,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这节课,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日语中罗马字的标记方法。 罗马字,是我们在语音部分刚开始的时候讲过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我们今天就再来简单的复习一遍。 罗马字简单说来,就是将日语按照读音,用拉丁字母书写出来。 有点类似于中文的拼音。 罗马字被广泛应用于人名、地名、商标名等专有名词之上。 比如,日本人的名片上,名字下面都会标注罗马字的读音。 再比如,富士、亨达、豊达这些商标,也要用罗马字来书写。 而实际上,罗马字的标记方法并不是唯一的。 日本的罗马字标记系统,大致可以分为日本式、日本式和日本式两种。 这两种标记方式,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一样的,只是对少数几个假名的标注方法不一致。 比如,西这个假名,日本式的标注方法是SI,而黑凡式的标注方式是SHI。 再比如,他行的七这个假名,日本式的标注方法是TI,而黑凡式呢,是CHI。 还有一些其他假名的标记方法的差异,大家可以参照下面这个表格。 现在一般常用的是黑凡式的标记方法,但是采用日本式的标记方法,同样也是正确的。 而在计算机里打字的时候,不管用哪种标记方法,打出来的假名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关于罗马字标记方法的不同,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复习一下,一些特殊发音方法的罗马字标记。 首先是波音,波音用字母N来标记。 比如,新文,报纸。 罗马字写作SHI-N-B-U-N。 其次是促音。 促音的罗马字标记,要双写促音后面的字母。 比如,KOKKA这个词,要写作K-O-K-K-A,双写促音后面的这个K。 最后就是长音的标记方法。 长音要在长音的上面加上长音符号,一个横线。 比如,SHO-RI,胜利。 罗马字要写成S-Y-O-R-I,并且在原音O的上面,画一个长音符号。 但是,由于这个长音符号,在印刷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格式上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省略掉。 比如,护照上的人名,就是不带长音的。 比如,大野这个姓,应该读作O-NO,O是一个长音。 但是,护照上面,就写作O-N-O,O-NO。 还有,Saito,斋腾这个姓。 TOO本来是个长音,但是护照上只写成S-A-I-T-O,短音的形式。 另外,还有一些词语,罗马字是沿用过去的标记。 比如,日本的货币单位,EN。 应该写作EN,但是传统的标记方法是YEN。 现在,日本依然沿用这种标记方法。 说到罗马字,我们介绍一下英语字母的日文读法。 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日本人的英语音不是很好,但是在日语当中还存在大量的英语单词。 特别是一些英语单词的缩写。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人是怎样读这些字母的。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下面这个表格。 翻音相同的字母我就不说了。 看几个跟英文翻音差距比较大的例子。 首先,ABC的C,日本人读作C。 H,日本人读作H。 好像有点卖萌的感觉啊。 L,读作L,N,读作N,R,由于日本人的舌头不会卷,所以他们只能读成R。 还有这个V,由于日语里面没有咬唇音,所以他们只能读成V,跟ABC的B很类似。 最后一个字母Z,在日语里读作Z,可不要小瞧了这些日式的英文字母读音。 如果你不熟悉它们,有的单词你还听不懂呢。 比如NHK,这个单词,大家能听出来是哪几个字母吗? NHK,就是NHK,这是日本的电视台。 它实际上是日本放送协会,这三个词首字母的缩写。 还有JR这个词,这是日本国家铁路的简称,也就是JAPAN Railway的缩写。 好,关于罗马字的复习,我们就到这里。 最后再来简单复习一下,日语当中的连接式,也就是俗称的中顿形。 连接式可以表示并列、先后或者轻微的因果关系。 我们已经学过四种形式的中顿形了,下面就来逐一复习。 首先是名字为一句的中顿形,只要把前一句的desu换成de就可以了。 一起来翻译两个句子。 小李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是上海人。 李さんは大学の一年生で、上海の人です。 今天天气很好,我要去公园。 今日はいい天気で、公园へ行きます。 接下来是形容词位语句的中顿形。 要把形容词词尾的i 变为ku 再加te。 比如,这家店的东西又便宜又好。 この店の品物は安くていいです。 还是刚才那句话。 今天天气很好,我要去公园。 这一次用形容词位语句来说。 今日は天気がよくて、公园へ行きます。 要注意,形容词意的中顿形式是よくて。 接下来,形容词位语句的中顿形式。 是在形容词词看的后面加一个で。 比如,图书馆又安静又干净。 图书館は静かで綺麗です。 北京市里非常热闹,总是有很多人。 北京の街はにぎやかで、いつも人が多いです。 最后来看一下,动词位语句的中顿形式。 要用动词的第二列用形、加上te来表示。 比如,吃完早饭后去教室。 朝ごはを食べて、教室へ行きます。 走路回家。 歩いて、家へ帰ります。 みな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ちょっと練習しちゃうね。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第十课的单词。 然后复习了日语当中罗马字的标记方法。 以及句子的中顿形的四种说法。 今天的作业,一是背诵单词。 二是复习罗马字的标记方法和句子的连接式。 三是预习前文。 好,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みなさん、またね。